這個呢,自從Harris他沒有給足夠的28萬Cash去買300畝地的時候 Nichimota就同意買那個地 亦都是去入去那個叫做分期付款 Conditional Instalment Sales Contract,即是分期付款 那麼,跟著又買回29萬8,Salingham 搞清楚,Harris想買,但沒有錢 Nichimota,日本人同意買,分期付款29萬 那麼,是威力的 And Result Transaction,即是可以接受 因為他沒有錢就沒有買,這個有錢就買了